看一部电影提摆为人生 这里是唐思绿说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短片《远在天边》 一个寻常的一天 在海边的小镇里来了一位捕损之客 一只企鹅 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主角阿毛也起床开始了洗漱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 他将会和一只企鹅联系上来 企鹅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 在大街上左顾右盼 大摇大摆走着 这时啊他看到了一家店的门口 有一条鱼的图标 伴随着叮咚的门铃声 阿毛放下手里的早餐 给企鹅开了门 他又看看左看看 又把门关上了 企鹅不死心又按了一下门铃 阿毛很好奇企鹅到底要干嘛 给他开了门 没想到这只企鹅倒也随意 立马把阿毛家当自己地盘 还对一只收音机感到了好奇 阿毛并不想和企鹅分享他的东西 可是没想到这只企鹅也是挺执拗 没办法 阿毛决定想办法 把这只烦人的企鹅送走 他先是想到要买汽车票 可是没想到售票员说 他们携带的宠物名单上 没有企鹅这个动物 阿毛很丧气 走到半路路过一家宠物商店 看着店里各种各样的动物 他突然灵光乍现 决定按下店里门铃 把企鹅放在门口 等待他们收留 可是不一会儿 阿毛于心不忍又折回来 带走了企鹅 在回去的路上 走在阿毛后头的企鹅 被一只自拍机吸引住了 他捡了别人的硬币 躲在里面拍起了照 阿毛回过头找了很久 才想到企鹅的身影 心想着这个企鹅真不省事 这更加深了 他要把企鹅送走的想法 于是他跑到图书馆 查阅了和企鹅相关的资料 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他决定坐船 把企鹅送回去 可是轮船被错过了 无奈阿毛只好自己动手了 他给自己造了一个船 由于他忙得太忘我 并没有注意到此时企鹅的落寞 出发前的晚上 阿毛时醒时睡 第二天 他就要漂洋过海去到世界的另外一段 在去的途中 阳光明媚 蓝天白云 海面宁静 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 阿毛打开了自己准备的食物 企鹅也成功捕到了海鱼 反后 他们遇到了一群橡皮鸭 他们好像是从其他船上掉下来的 伴随着海浪高涨 夜幕来临 他们的好运气也用完了 一场暴风夜即将来临 船上的行李都掉入了海中 阿毛也被大浪卷入了海中 企鹅把阿毛救了上来 阿毛又救了企鹅 不过这次挑战 还没有那么快停止 等到海面恢复平均的时候 一只大章鱼 帮他们安顿好了一切 醒来 他们又继续踏上了路途 果然经历一场暴风雨后 接下来就很顺利到达了南极 阿毛把企鹅送上了岸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企鹅 如果身旁的这一只融入进去 应该就再也找不到它了吧 阿毛把手里的伞送给企鹅作为道别 没想到真的把它送回目的地的时候 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离别总是伴随着伤感 在回去的途中 他发现了企鹅遗忘的行李箱 打开一看 是他那天在自拍机前拍的大头贴 阿毛突然明白 也许有些人并非迷路 只是因为真的孤独 然而孤独的应该不只有他们 阿毛立马叫头行驶 可是狗血的事情来了 原来企鹅这边也过来找阿毛了 可是他俩因为一座冰山错过彼此 阿毛来到岸上 在企鹅堆中寻找那只拿伞的身影 可是那只拿伞的企鹅早已不在鹅群中 阿毛很难过 他看着天上的大雁飞过 而他心里的鹅就在他的身口 没错 阿毛重燃了希望 使劲滑到了企鹅的身边 影片的最后 他们相聚了 然后一起滑着小船一起回家 原来友情也可以跨越物种 今天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